好 刚刚看到的是中心航空直升机的这个不幸坠毁的消息 那么机上的称呼驾驶以及一名气象局的人员 三人的遗体都被找到了 将由海鸥救难直升机协助遗体下山 详细情绪连线记者叶盈盈带我们来关心依盈 好了 主播 那么中心航空补给机有坠机的意外 那么目前呢 离难的三人呢 确定已经是身亡了 那么记者目前就在南投的体育馆 因为待会呢 三人的遗体呢 在进行吊挂作业之后呢 就会送到这里 那么其中一人呢 气象站公有陈文中的侄子 也来到了现场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前天 前天 你们一起吃饭一下 就日里吃饭 然后看完妈这样子 在家义市区 那是家义人 你是家义人 对 我们家义人 我们是就本地的阿里山的 对 刚才是家义人 阿里山会有什么来的 我爸爸跟二叔叔的三叔叔 对 那老人家知道吗 嗯 不敢让阿嬷知道 不敢让阿嬷知道 只要让阿嬷知道 就因为他跟阿嬷情话 对啊 他很正经 对 我还是没有办法详细 这个事实是没有办法 那么我们也可以听到呢 陈文中的侄子 陈伯雅言谈之中 语带哽咽 因为他说呢 他和他的叔叔 前天晚上呢 还和全家人一起开心的吃着饭 因为他说呢 他的叔叔 每半个月到一个月之间呢 就会进行官班 那么今天早上呢 是刚好是官班的第一天 正准备在八点的时候呢 等待时间机哦 来上山的哦 但没想到 前天晚上竟然 已经是最后的晚餐 那么他也说呢 他的叔叔呢 在气象站工作已经十几年了 但是呢 一直都没有结婚 因为他非常的孝顺了 放下的时候呢 就会带着阿嬷去附近 那么对他们 侄子辈呢 也都感情非常好 他到现在呢 还一直无法相信哦 那么目前呢 我们现在就要在 这个南多的体育馆 待会 林难者的遗体 就会送到这里啊 那么陆陆续续呢 也会有家属赶到这里 那么待会呢 将会把遗体送往殡仪馆 以上就是我们目前 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把镜头交换给空地主播 我们下期再见